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一样就是 这些机车达人们 他们平常要试那么多的车 有些车呢 就试过之后 它真的就会成为买家 对 杨宾 接下来这一台 你也买了对吧 对 因为对我来说 我其实很喜欢 我很注重车的操控性 那刚好我觉得RCS Moto呢 也是今年光阳 我觉得针对一些 比较喜欢运动 运动骑乘的车主呢 所推出一台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台车啊 那这款车呢 其实它用的是气冷 150cc的引擎 那引擎的部分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有可变器门 那这一般在比较 算是比较复杂的 汽车的引擎上面 才会有的 但它用在这一款引擎上面 那所谓的可变器门 就是让它说 低转的时候 它的扭力很好 省油很好 但高转的时候呢 它的引擎又可以 符合高转的出力 那另外啊 其实我后来 再做一些研究 我发现啊 它的引擎 它算是我们所谓的 短冲层引擎 一般的引擎来说的话 它可能活塞会比较小 可是冲层比较长 扭力会比较大 但RCS Moto呢 我发现它后来 就是针对高转速输出 所以运动一定会比较好 所以这一开始设定上 决定了它的性格 跟它的性能 而且名字就是 它是为赛道而生嘛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可以称得上 是白牌竞速之王 或竞速佼佼者之类的吗 以我来说 就以今年的车款 或说今年出到现在 这几年有出的车款里面 150以下的 我觉得它的操控性 算是非常好的 例如说我如果坐上车的话 我第一个会测试的 就看说我的膝盖跟前面 因为一般的苏克达呢 它是采用一个 是有车头的设计 它的手把很特别 算是一个裸把的设计 对 有点像是重车里面的街车 那它前面呢 跟我的膝盖 就有一定的宽度 因为我如果说 做到一些像是 一般的 一二五的苏克达的话 我的膝盖会很贴近 前面的车口 而且以它的锁点 所设置的这个形式 它是可以做调整的 可以快速做一点调整 比如说我可以把车把 握把呢 再调进我自己一些 所以它的操控性呢 我觉得在那时候 我在一个算 一个封闭的场地 去试的话 不管是绕锥绕巴 我都非常喜欢 它的这个沉稳的一个调性 因为第一个非常好骑 而且速度再快一点的话 它也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你觉得 它适合什么样的族群 我觉得呢 其实如果说年轻的族群 你如果喜欢 享受一台车的操控特性 这台车的RCS MOTO 真的非常适合 另外啊 它除了是 裸把的设计之外 它还把把手设计的 稍微宽一点 即便跟我们刚刚讲的 女性的车款 女生要收一点 男生就宽一点好 对 它比一般的运动车款 都要再多了 大概五公分左右 那这个部分呢 就有点像是说 我们在做一些 街车的操架的时候 我希望说 手把宽一点 比较有点那种 特技车的感觉 或者说 我们在做减速的时候 手把宽一点 你会感受到说 当ABS真的在作动的时候 整台车的稳定性是好很多的 这个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特色 那外形我们也来看一下 总是也有吸引到你的一些亮点吧 对 其实这台车呢 其实我们看 从前面来看 就是非常的张狂 很运动 而且很有个性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它现在有掌握 现在一个市场的潮流 它把它做成双鱼眼灯 而且呢 如果说我们一般开启的时候 它前面的日行灯呢 很像一个鬼面的獠牙 有 往前延伸 对 那加上它自己目前来说 像我们今天这台是白色 像我自己买的是一个 是绿色 它就比较深层 而且在阳光下 会呈现不同的层次 所以在颜色上 我觉得就很吸引 还有一些变化感 对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不管是ABS或是TCS 在顶级版上面 它都有搭配了 以它的动力来说呢 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 你如果去郊外 或是说在一些 比较沙实的路面 TCS真的会发挥它的作用 它可以让你非常稳定的 加速出去 那再来呢 我其实蛮喜欢它的 整个车架到车身的设计 一般呢 我们苏格达是所谓的一个 钢管车架的设计 而且我们会把它藏在 里面 车壳里面 而它是做一个外漏 这是一个抑压的钢管车架 那这个钢管车架 它跟我们 一般在跟引擎的结合 的刚性会有一些关系 所以操控起来特别稳 而且呢 它这边有延伸出来 后座的脚踏 它是直接用金属固定的方式呢 锁在这个钢管车架 所以等于是一体式的 一体式的 以一般我们 苏格达昂比较常见的 可能你是直接踩在车壳上面 那车壳因为它跟金属的接触 可能还没有这么稳定 所以你可能有时候 还是会感觉到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变形 可是如果说你在这边 是直接踩在这个车架上面的话 其实操控起来是非常稳定的 因为靠鸟的刚性就会比较好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其实它还有一些 我觉得从后尾灯呢 还有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特别的 它是有一个 所谓现在很流行的 序列式的方向灯 然后它的尾灯的部分呢 才用一个L型的 所以它前后 勾起来 警示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对 对不对 雲无了然 很清楚 那另外呢 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 以150以上的车款 普遍车厢的空间都不会太大 这部也是很多车友 他们会想会抱怨的 会购病的地方 对 那我觉得它的车的 车厢的空间呢 是有跟着它的整个车身拉长 所以我觉得空间来说 在运动车款里面 算是蛮不错的 不管是说你自己的安全帽 或者说在女朋友的时候 可以多放一点东西 所以它也是有顾到你 一般的一些需求 OK 所以真的是在赛条厂试驾之后 然后自己再买来车 也来测试 对 然后感觉到说 确实在骑了100公里之后吗 其实就是200公里 200公里之后 性能可以完全的发挥 就是让它的个性 好不好 你就把它唤醒之后 越骑越顺 越骑越能感受到 它性能的那一面 没错 杨斌是蛮喜欢的 对 对吧 谢谢 那甚至跟你自己拥有之后 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 这台车 因为 就像刚刚杨斌有提到的 因为其实我们刚拿到这台车 你买什么颜色 我买的是 应该也是深绿色 深绿色 对 你们两个全能一样的颜色 有志一头 对 你觉得它还真的是 操控很灵活吗 它操控是很灵活的一台车 而且我觉得刚刚杨斌讲的 很多很多重点 我觉得都非常棒 那我因为像它的把手 比较宽之后啊 两边又有平衡端子 对 所以它的震动性 平衡端子 对 就像我们在走钢锁的时候 两边拿那个长棍 是 它平衡性是比较好的 所以在刹车的时候 那个力道 其实是比较好掌握 确实是 那我也真的要说 因为刚刚拿到车的时候 我们有点纳闷 这车怎么会动力 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怎么 哇 你的意思是说 上面上有14匹 感觉马力也蛮大的 那为什么骑起来一开始 那感觉对不上 对 然后我第一个人 这车坏了吗 然后我就很纳闷 因为就是零公里的时候 加油然后就去骑 怎么到七八十就上不去了 然后后来骑骑骑的发现 它正常了 所以原来是这样 所以那天杨敏打给我的时候 我跟她说 我懂 我懂 就是那样 在多起点就没事 所以你拿的对话 我真的也很好奇 就前面就突然说 怎么样 对 其实我那时候也在想说 Singer 你的车可不可以借我 我们对比一下 因为我也在想说 我的车是不是坏掉了 对 其实内心是有这样的疑惑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你也买了这一台车 你会不会第一时间误以为 自己是不是买到车王之类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但后来发现 两位都遇到一样的疑惑 对 其实就是大概100公里 150公里之后 对 它的表现就非常好 所以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 就是有些车 就是有些车主 或是消费者 他们去车行试车 他们就说 觉得这车东西好像不怎么样 那我想说 那应该是车行 忘记先骑一骑 就直接给消费者试了 就是如果你整个车的状况 还很新的状态之下 刚接触到了消费者 反而没办法去享受到他的体质 对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一般我们在 那好特别喔 这台车 我们在车加速的时候 通常以苏可达来说 你第一次的成绩 你再测第二次 通常大概就开始掉了 那会慢慢衰退吗 对 可是我在测RCSMOTO的时候 我大概测到第三次 会拉起来 在最后才慢慢衰退 所以我自己给他定义就是 这是一台 慢热的车 你操他就对了 不要想太多 就是这是一台很耐操的车 对不对 但是个性上 他比较慢热 好不好 就是你跟他花点时间相处 薄一点感情 他就会回馈给你 他最棒的那一面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道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